妈妈发现儿子早恋拿出遥控器按下按钮 让他痛不欲生 道中想起小伟发现自己迟到了 匆匆提着早餐出门 路上撞到了一个背头男没坐上校车 他叫了一辆计程车 巧合的是今天接他的司机和昨天是同一个人 开场白也和昨天一样 来到学校同学们聊起了和昨天一样的话题 小伟以为今天是星期四 却被纠正 今天是星期三 可能是自己睡懵了吧 但小伟发现自己好像有了未卜先知的能力 接下来会出现的人 秘密纸条里的内容 小伟都一清二楚 这其实是他第二次经历星期三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他第一次经历星期三那天说起 小伟妈妈在打扫卫生时 发现小伟藏了很多学校老师的印章 原来小伟长期以来都在伪造成绩单 为的就是拿出优异的成绩 让妈妈同意他和死党一起毕业旅行 当天晚上小伟回到家准备制作假成鸡蛋 但怎么都找不到印章 妈妈突然拿出印章质问他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小伟一副死住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我就造假了 你想咋地 妈妈越想越气 小伟此时的样子 像极了他那个出轨背叛家庭的爸爸 晚上 妈妈一个人在外面散心 突然看到了一个广告 好圈存在一种神秘手段 能让孩子无条件的服从于父母 也就是在这时广告男人出现在妈妈的身边 就像是个大仙一样 滔滔不绝地讲着 当小伟第二次度过星期三时 他回到家拿出印章 新车熟路地伪造了成绩单 妈妈没有说什么签下了名字 睡了一晚醒来后 小伟发现今天还是星期三 撞到背头 打了计程车 没有一样的话题 回到家之后 他依然像昨天一样伪造了成绩单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妈妈忍不住了 对他说已经给了你三次机会了 你还是选择欺骗我 原来妈妈从广告南那里得到一个遥控器 只要他愿意 妈妈可以让小伟永远地留在那一天 小伟先是不服 但同样的星期三 他过了一次又一次 周围的人却永远再过第一次 无奈之下 小伟只能妥协交给妈妈真实的成绩单 有了遥控器在手 妈妈决定让小伟去上补习班 一次听不懂就上十次 直到听懂为止 从此之后 小伟对他言听计从 老师的同一句话 他听了无数遍 每天就是机械式的学习 他和死导们渐行渐远 老师看出他情绪低落 想和小伟妈妈聊一聊 但他一句 小伟是我生的 怼得老师无话可说 这种完全控制儿子的感觉 真好 小伟就像是坐牢一样 一直活在妈妈的监视中 只有在图书馆画画 才是他唯一放松的时候 这天 他在图书馆遇到了 同样喜欢画画的小兰 正是第一天他们聊得很开心 小兰邀请他第二天去家里玩 小伟很想去 但他的人生被妈妈掌控 只能谎称明天补习班有个测试 想通过测试 知道自己的水平 希望妈妈不要打乱他的计划 就这样小伟顺利到了第二天 小兰有一对很堪宁的父母 他们支持小兰的一切决定 小兰能快乐成长 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两个同龄人越走越近 他们在游乐场牵了手 享受了初恋的甜蜜 但小伟不知道 妈妈在他的手机里 装了跟踪器 他们的热恋被妈妈当场撞破 在人前 妈妈伪装得很开明善解人意 但在背后 则把小兰说得一文不值 乐灵小伟不要再和他接触 一个女孩子才几岁 就把头发染成那个样子 一看就知道是个不良少女 还拿出遥控器威胁 小伟听了当场下跪 但妈妈没有手下留情 换下了按钮 时光盗流 小兰已经不认识小伟了 只是把她当成一个 发疯的陌生人 这种人生过程 还有什么意思呢 小伟选择了自尽 但妈妈只要使用遥控器 就能让她回到前一天复活 她尝试了很多方式 隔晚 跳楼 触电 妈妈又一次次按下按钮 让她再次醒来 每次都是同一句话 你是妈生的 只有妈妈会永远陪伴着你 这句话就像是梦魇一样 让小伟明白 她连死都做不了主 就这样 小伟在母亲的期许下长大了 每天扮演着所谓的成功人士 她交了个女朋友 妈妈时长划她 长得漂亮人很好 但转头就为小伟安排相亲 今天这个女孩 在妈妈眼中是个合格的人选 她极力的撮合着两人 但女孩告诉小伟自己是个蕾子 并且瞒着家里人在纽约 和女友订婚了 出来相亲也只是因为人情 小伟有些吃惊 更多的是佩服她的勇敢 她想起了 那个小时后 说要去纽约见大市民的小兰 于是搜索了她 果然小兰的人生和她设想一样 当一个自由的画家 不受任何约束的随心生活 反观自己现在的生活 能叫生活吗 只能说是为了母亲苟且活着 小伟觉得不能再这样了 于是为妈妈订了一个旅行团 就在妈妈离开后 小伟找到了存放遥控器的保险柜 吃了无数次 终于打开了保险箱 另一边 妈妈因为没带护照折返回家 在家门口遇到了小伟 她条件反射的转身就逃 又突然间反应过来 好笑不用再去怕妈妈了 她将心里的不满全部宣泄出来 但命运又再次当头一棒 你为遥控器我只有一个吗 你陪我 就在此时 小伟好像想对妈妈说些什么 她往前走 一辆大卡车迎面开来 下一幕 小伟回到了少年时 和小兰相识的那个午后 她热了盈眶地看着眼前的女孩 广如隔世 是时光倒流了吗 或者 这只是小伟临死前的美好幻想 我们不得而知 本篇妈妈的遥控器是台湾电视剧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里的一个故事 对影片印象最深的是 妈妈对孩子的道德绑架 以及小伟发出的绝望声音 你到底还要我在死几次 妈妈是单纯为了小伟过生好的生活吗 显然不是 当她坐上计程车准备出国旅行时 面对计程车司机 她满满的优越感 她本来是要买头等舱的 是我要她不要花太多钱 可是她要坚持 一定要买商务舱 真是故事 小伟的存在 似乎只是为了她的面子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